接下来一波队长 你的组内考核开始 你的主题是 old school 我主题肯定 是我很喜欢的old school 怎么oh 怎么来 oh breaking 肯定要在一块 公寸无名呢 就是综合最好的全能的比伯 大厅还有步步跟大饼 都是最厉害的hip hop dancer 那就很明显了 小兴军要来这边当编舞师 如果我要加入你专的 我就必须是那个主编舞师 你你做我的主编舞师 但是可能另外一个组的 杨文涛可能这一点上 有一点点难接受 我们现在队伍有小兴军 嗯 然后你 但是我刚才答应他的是 他做主编舞 同样都是编舞师 然后我希望他们这一次 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 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他俩肯定得在一块 我觉得 两个popper也是要在一块的 我觉得小兴会给出 比较搞笑的风格 我的队员们都实力很强 我希望他们这一次 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 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你首先要考核的是 他们刚才捡到石头布了 B组先 有请B组 Let's go 加油 来 加油 来 加油 哦 谢谢 他们袜子都统一了色系的 哇 这一副 哇 干嘛 从我编舞师角度来讲 我们就是玩副想法了 玩副花样了 那怎么样能够最让人记住 就是最好的 聊天 解释 我 实在于 吐祖舞够不够 old school 我勾你的头啊 啊啊啊啊啊啊 哇啊啊 wells 很好 精彩 弯 好 OK 可以 很死过 好酷 我得死过 一个 会玩 帅 他们的风格是特别的讨巧的 因为他们的气氛就很活跃 然后又有old school 的元素 最后一服一脱 然后一个涂鸦 那个时候没想到的 我觉得还挺好玩 兔子舞算old school 吗 算啊 我觉得我最佩服的一点是 你们跳的时候你们很开心 你们感染了我 我觉得开心这个东西很重要 非常厉害 然后彩点啊 各方面 特别是dboy两位老师的炸点啊 包括大家的配合 就是太好看了 很多很好的点子 会用道具 会用电影的台词 这舞够不够old school 哦你的口啊 你完没完啊 画面感真的很强 而且确实跳的动作 也是old school 的 我怎么感觉这个舞 像是小鸡排的 初初都是那个 小惊喜这样 所以是涛涛主编是吗 哦 但是点子很多都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 我特别想说的就是 你会看到我们跳的很开心 是因为我们排的时候 非常的开心 鸡哥是我们的笑点 没一下到我有点不适应 哦 就是我们这个old school 这种东西 主要要体现的就是我们四大元素 对不对 说唱 歌里面有 bj 开来第一段非常的帅 对不对 哈哈 最后涂鸦 点睛之笔 直到顶峰就是这样 old school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你们快乐的氛围之后呢 在你们快乐的氛围之后呢 让我们 请上 A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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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王军 哪个瞬间 思不思觉 是 像Bububu 大饼啊大廷他们都对于old school 来说对于他们来说简直 简直就是随便来 挺担心的 新鱼其实是没底的 他们组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跟我们相比 要不就是跟我们差不多 要不就比我们会好 我觉得他们作品是好的 画面也比较丰富 但是相对来说动作是比较简单一些的 我把HIPHOP的动作结合着BREAKING的招 去排这个舞蹈 整个作品跳出来是很有攻击性的 他们每个人都很强 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期待 这场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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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组表演完毕 主题是《Old School》 这个作品诠释的是不是OK呢 我们先点评一下 首先如果从我订的主题来讲的话是Old School的 然后我能听到里面是有Michael 然后包括那个李帅那个头蹭的那个大家配合是OK的 我觉得缺点就是在有点不齐 整齐度不够好然后 我没有记忆点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A组的实力都很强 很强很强 真的每个人单挑出来都非常的强 为什么组在一起呈现上还是真的没有那么的好的 挺失望的 因为他们个人能力真的很强 对吧 但没想到聚在一起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不那么的齐 所以你力量的收放自如跟整体的动作的美感吧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磨合可能还差一些默契度啊什么的 就会跳不起 他没有记住的画面这就是我编舞师的事物了 我觉得我很想努力的做到 但是我也觉得这一次我自己做的也不够好 对不起 一波队长 A B两队已经表演完毕 现在请四位队长进行评判 中华梁队长你的选择是 B B 严文涛他们在很欢乐的过程当中表达你这种 五种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哇这段是非常吸引人的 的 O school 嘉义兴队长 我选B 嘉尔队长 我的爱好 B 纯粹没有加工过的old school 这个东西是牛奶 你不可以给我一个甜的牛奶 所以我那一刻 所以我就觉得很纯正 你不会加工 这一点是我很很尊重的 一波队长 最后的关键两票 B组整体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A组我知道他们更好的一面还没有展现出来 这绝对不是他们更好的一面 没办法 我看的是起舞 看的是最后的结果 恭喜B组获胜 那么接下来一波队长将要从失败组里面淘汰至少两名队员也可以从获胜组里最多淘汰一名队员 我说B组吧 对不起 CC CC 她是跳编舞的 我可能更喜欢old school hiphop popping locking这些东西 那她在里面确实可能会有点吃力 A组来说 A组来说 真的在A组里面淘汰谁都非常遗憾 因为他们是battle型先生没有fri style的话 也很可惜 说实话他们那组有点难选 跟实际都是很强 可能就是说这是队长那些权衡了 我觉得编舞师应该有编舞师的担当 所以A组小军军 我觉得编舞师 你没有好好的控制到这个队伍 你没有编摆出好的一个作品 可能是你的实质 然后A组还有 对不起大饼 大饼 什么 我觉得肯定全场的人都是一个感受 为什么是饼哥就那种 大饼的话我觉得我是会比较谢谢他 会作为一个核心 大家去编一些很hip hop的动作 但是在起舞上真的没有那么的起 就是可能只能找到两个负责人吧 三位很遗憾在这个环节直播这个舞台 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把你们想说的和没有说完的话 在这里表达出来 首先我非常感谢一博队长为我抢到的毛巾 让我和涛涛有机会 把我们的双任务展示给大家 其实从那一场之后往后走的每一场 对我都是一种馈赠 谢谢一博队长 在我的意料范围之中 当时一瞬间还挺开心的 我想阿细终于可以放松了 回家抱着两只大狗在床上啃着吸管 看着看着电影了 就不用像我这样在这边 天哪在熬夜了 我想说的是就是 其实只要没有表现好 我觉得就应该被淘汰 所以我尊重王一博队长的选择 以及希望大家往后继续加油 谢谢 首先我尊重一博队长的选择 然后呢其实我也很可惜 我从一开始跳了hip hop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跳过hip hop 还是很有遗憾的 因为我的舞棋库还没打开呢 好吧 大饼前面跳棋舞之类的 就一直在扛人当托举 都没有让大家去看到它 最强悍的那一面 我们队内我们会说 大饼就是一个弹药库 但是这个弹药库就是 还没用呢 就被炸了 这种感觉 对 不是那种苦情的淘汰戏 所以也没必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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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